我和我妈上我们当地村民家去买点大鹅蛋去 不买鹅蛋蛋两家没有了 鹅不下蛋了 对啊 我妈走起路来特别有劲 像当过冰 这个叫绿豆 这么点啊 够干啥的 太少了 天又冷了 鸭子就不下蛋了 还有鹅 对 几月份不下呀 看你喂的好不好呗 喂的好就多下点 喂的不好 豆子开花就不下蛋 这是我大哥家 把菌蛋当防水的坝 那院子边上了 晒这么多角丝 这得有多少斤的吗 二十多斤 豆角晒成了这么点 我们邻居现在就开始冬储了 晒茄子干 土豆干 豆角干 辣椒干 你看看来狗 这狗不是什么的呀 不怕我 有人吗 狗在后院刷 那好像吗 有人啊 这房子装修的是真不错呀 来晚一步啊 鹅蛋全卖光了 都说鹅会看家 这鹅也看不了家呀 来人就知道在门口叫 这简直是动物交响乐呀 大鹅呱呱呱叫 狗在跟着伴授 鸡在时不时叫点声 这边是鸡 前面有个狗 这块是鹅 走过妈 你你家没养猪呢 咋 养了 你家猪啊 我妈又来精神了 要不问我都不知道 你家养猪 你家猪身体挺健康的 是吧 摸摸你耳朵 这家伙 这大耳朵肉桃的 他家本打算八月解杀猪 现在又不杀了 八月解杀过一天就是 九月份卖是吧 过几天就是了 我说八月不杀 这冬天还能再过两个月 还能长长是不是 长长长 去年这时候下 今年为啥这时候就不下了 今年都第三年去了 明年那鹅第四年 不更不下蛋了吗 能吃了喂好一样 它能活十年吗 活不到 他家鹅蛋卖挺火的 卖煤了 然后这鹅还不下了 我和我妈就等明年再卖了 给你给抢了 你隔这么远你还叫啊 你多管闲事了吗你啊 不跑前院叫 跑后院叫来了 你说你 这家门像厕所似的吗 我还以为是厕所呢 它这个锁子就这样嘛 感觉这屋里好像 还有人住似的呢 它家种的好像毛豆嘛 黄豆我没到头呢 黄豆青那时候叫毛豆 我身后种的是黄豆 我都不知道 它黄豆青那时候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毛豆 成熟之后老了就是黄豆了 绿就变黄了 哎呦天呐 一层一层的吗 这多肉 这个还不是人种的 自然长就这样 看看连续家的大狗 它是球球啊 可老实呢 都说狗身懒腰是对人表示友好 想跟人玩耍 可好呢 给盗人来回走 从来不对人烂叫 我是哈尼章 关注我 带您了解东北走进林都